通过这个视频,我们一起来梳理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。 我们从中学序曲《少年有梦》、学习半成长、享受学习、认识自己、做更好的自己六个方面进行梳理。 首先,我们来梳理第一个方面中学序曲的知识。 一、新起点的表现,富有挑战的课程、新奇的实验器材、丰富多彩的社团、新校园、新老师、新同学,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。 二、中学时代的重要性、作用、意义。 一、中学时代是人生发展的一个新阶段,将为我们的一生奠定重要基础。 二、中学时代,见证着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生命进阶。 我们开始深入探寻生命的奥秘,主动发现和认识自己,自觉、魔力、意志和品格,思考生活的意义。 三、生命馈赠给中学生的成长礼物。 一、新的机会和可能,丰富我们的个性,探索新的知识领域,发展新的兴趣爱好,打开认识社会之门等。 二、新的目标和挑战,要实现自我超越,要更有毅力、坚强、会合作,更有包容性、更有主见等。 四、面对中学生活,我们应该做到。 一、不断实现自我超越。 二、改变不好的形象。 三、珍惜当下,把握机遇,从点滴做起,为美好明天,不懈努力。 接下来,我们梳理第二个方面,少年有梦的知识。 一、人在少年时期一定要有梦想的重要性。 一、编织人生梦想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生命主题,它能不断激发我们生命的热情和勇气,让生活更有色彩。 二、少年的梦想是人类天真无邪,美丽可爱的愿望,因为有了梦想才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。 三、少年的梦想,与个人的人生目标紧密相连,明确的人生目标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。 四、少年的梦想,与时代的梦想紧密相连,与中国梦密不可分。 二、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一、少年有梦,不应止于心动,更在于行动。 努力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。 二、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,是一种不服输的坚忍,和失败后从头再来的勇气,是对自我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的不懈追求。 三、努力,需要励志,把自己最重要的志向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。 四、努力,需要坚持。 只要坚持努力,即使过程再艰难,也有机会离梦想更进一步。 五、努力也有方法。 接下来,我们梳理第三个方面,学习办成长的知识。 一、怎样正确认识学习。 一、中学阶段,学习是我们的重要任务。 初中阶段的学习,包括知识的获取、能力的培养,以及如何做人。 二、学习不仅仅局限在学校,学习不仅表现为接受和掌握,而且表现为探究、发现、体验和感悟。 我们可以从一切经历中学习。 三、学习需要自觉、主动的态度。 四、学习伴随着我们的成长。 五、学习没有终点,我们终生都在学习,终生都需要学习。 二、学习的意义。 一、学习不仅让我们能够生存,而且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充实的生活。 一、学习打开了生命的视窗,让我们面前的世界变得更广阔、更精彩。 二、学习拓展了新的通道,让我们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 三、学习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,提升了我们的能力和智慧。 四、学习带来了更多的选择,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。 二、学习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,激发前进的动力,为幸福生活奠基。 接下来我们梳理第四个方面,享受学习的知识。 一、学习是苦乐交织的过程。 一、学习中有快乐,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学习带来的快乐。 二、学习中也有辛苦,学习过程中需要集中注意力,耗费精力,遇到困难和阻挠时,需要调节不良情绪等。 这些都需要我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做出努力。 三、当我们经历了学习的辛苦,收获学习的成果时, 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,让我们体验到学习的美好。 它是学习过程带给我们的美妙享受。 二、怎样学会学习? 一、学会学习,需要发现并保持对学习的兴趣。 二、学会学习,需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,合理安排学习时间,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,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。 三、学会学习,还意味着要善于运用不同的学习方式,可以与同伴合作学习,也可以自主学习。 接下来,我们梳理第五个方面,网络丰富日常生活的知识。 一、正确认识自己的重要性。 一、正确认识自己,可以促进自我发展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,认识到自己的禀赋和独特性。 一、有助于我们增强对自己的信心,更好的发展能力。 二、正确认识自己,可以促进与他人的交往。 正确认识自己,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离不开他人和社会,从而更好的理解、宽容和善待他人,与他人积极互动。 二、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途径。 一、从生理、心理、社会等方面来认识自己。 二、通过自我评价来认识自己。 恰当的自我评价能帮助我们接受自己,对自己抱有正确的态度,不骄傲也不自卑,能帮助我们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。 三、通过他人评价来认识自己。 他人评价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,有助于形成对自己更为客观、完整、清晰的认识。 三、正确对待他人评价,要重视他人的态度和评价,也要客观冷静分析,既不能盲从,也不能忽视。 用理性的心态面对他人的评价是走向成熟的表现。 接下来我们梳理第六个方面,做更好的自己的知识。 一、怎样接纳自己? 一、接纳自己,需要接纳自己的全部,既接纳自己的优点,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 既接纳自己的性格,也接纳自己的身材、相貌。 既接纳自己的现在,也接纳自己的过去。 二、接纳自己,需要乐观的心态,更需要勇气和智慧。 二、怎样欣赏自己? 一、欣赏自己的独特,欣赏自己的优点,欣赏自己的努力,欣赏自己为他人的奉献。 二、欣赏自己,不是骄傲自大,也不是目中无人。欣赏自己的同时,善于向他人学习,与他人合作,才能成为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我。 会欣赏他人的人,才会真正地欣赏自己。 三、怎样做更好的自己? 一、接纳和欣赏自己。 二、做更好的自己,就要扬长臂短,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,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华。 三、做更好的自己,需要主动改正缺点。改正缺点需要决心、信心、勇气和毅力。 改正缺点的过程就是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的过程。 四、做更好的自己,需要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。 五、更好的自己,是在和他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, 更是在为他人、为社会带来福祉的过程中实现的。 第一单元成长的节拍的知识,我们就梳理这些。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